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商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網路視訊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的來讓大家去了解 在一些爭議性背後一些更重要的結構性 政治經濟的問題以及法律上面的問題 我希望我能夠除了看熱鬧之外 也能夠看到這個事件非常重要的門道 我想這個禮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復興航空無預警的宣佈停飛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他應該這個公司大概就會去停止這個所謂的營運 不過這個事情發生之後其實我們看到媒體關注非常非常的多 除了有關於這個證券交易相關的一個問題的話 大概也會比較關切在這個所謂的航權的轉移等等 不過我們也希望在這個節目當中能夠回到一個我們長期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勞工權益的角度來跟大家進一步的來做說明跟討論 那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吳俊達律師 他是復興航空空服員求償委任律師 同時也是桃園市空服員工會的顧問律師 同時也曾經參與過威航解僱的這個相關的協調 並且也是官場工人華人工人案的這個相關的委任律師 吳律師你好 好 管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為什麼我想一開始就先知道 我們知道在這個事情當然很多人覺得復興航空為什麼會收攤的原因 可能很多當然比較多的這種討論會在於2014年跟2015年的這個空難 那事實上這個空難我們看到除了是個非安問題之外 這個空難發生之後這個空服員也出現 又會擔心自己的安全而出現這個離職潮 那當時曾經有空服員這個被復興航空追討30萬的違約金 而吳律師也是這個這個當時的委任律師之一 那過去你也曾經跟復興航空也跟威航有一些交手的經驗 可不可以先談一下 您跟復興航空在過去交手的經驗當中 這個團隊給你的印象是什麼呢 我們跟復興航空的案子 之前總共因為兩起空難有三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是澎湖空難之後 離職的這批空服員被公司追討違約金 然後第二個案子則是說針對二次空難 也就是南港空難之後的這批離職的空服員 公司也曾經說要他們賠償違約金 另外就是這些離職的空服員 他們要求公司開了一個所謂離職時的服務證明書 以方便要去找後續的工作 那公司當時的態度也是拒絕的 所以這批這個部分也是另外一個案子 那最早交手的時候是在台北市勞動局做一個協商 那協商的時候其實當時候公司有派高層參與 其實他們態度就很強硬 就是堅持違約金一毛都不減 然後服務證明書不開 如果你要我開服務證明書的話 我就要在服務證明書上註記說 這些人積欠公司違約金 就是意思要告訴說他的下一任雇主說 這些人還跟公司有財務糾紛 所以等於是要阻礙他們找工作啦 那當時的調節文其實也試著要去折衷 但是他們的態度其實都是一直很強硬的 對 我想這個空難發生這些 不管是飛行也好或是所謂空服也好 是心裡面當然存在一些恐懼 我要離開不行嗎 難道他們離開的過程有違反 一些相關公司的法律嗎 或者是即使是在這個法律 某種合約的限制之下 發生了這麼大的空難 造成很大的心理的驚恐 為什麼不能夠離開 那公司為什麼還要去追討這個違約金呢 因為照他們的合約裡面就有規定 所謂的最低服務年限三年的條款 那這兩批的空服員其實都是沒有滿 還沒有滿三年 所以公司就是以這個三年條款當作理由說 你既然沒有服務滿三年 那是你自己承受不了空難的壓力 所以你還是要賠償違約金 但是這一點當然在法律上其實是有增值的 因為畢竟空難的風險已經顯然超出 超出一般空母員他可以預期到 尤其是連續兩次 那麼短時間之間發生兩次嘛 這是一個很頻繁的狀況 那加上之前 在空難之前其實復興航空 他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勞安事件 譬如空中發動機引擎故障的情況 然後機師過勞的情況 其實新聞上都查得到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有爭議的 並不是絕對像公司所講的說 當然就是違約 也就是說他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我這個公司的不管是他的安全上面 或是在勞動條件上面 甚至剛剛談到的非安 已經造成這些空腹原稀 是已經非常大的這種心理的恐懼 那我們知道其實你不只是參與了 所謂的附近航空 事實上你也參與了威航的解雇調節案 在這個威航的事件當中 你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 他說你說到說這個事件的過程當中 勞方完全不知道解雇計劃書的內容 那狀況晚如當年交通部跟遠通的黑箱作業 犧牲國道收費員權益的翻版 那這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的 這一種所謂的 我想不只是在航空運輸交通 這個部分在傳媒界 其實也常常會看到 很多時候是公司的員工 最後一個才知道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是不是這個附近航空 好像也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對是沒錯 就是一直以來我們的大姐 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 簡稱大姐法 裡面關於說這個大姐計劃書的要求 都很簡單 它就是一張紙 在威航的案子裡面 我們就是看到它就是一張很簡單的白紙 簡單的寫一下條文 然後簡單寫一下說解雇了事由 剩下什麼樣的戶件 什麼樣的公司應該要減附的一些證明文件 通通都沒有 那我們為什麼要講說這些證明文件 譬如說公司的財務報表 還有公司的營收狀況 這些資料非常重要 就是要有一個重要性在於是說 接下來進行的協商程序裡面 到底勞工代表這邊 他能夠跟資方去有沒有一個 實質上的談判地位 能夠爭取到一個更合理 甚至於說稍微比勞基法好一點的 一個優惠的一個資遣方案 都跟這些財務資料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你這些資料拿出來 勞方這邊才有充分的資訊去判斷說 你現在資方提出來的資遣方案合不合理 那我們勞方還能夠再爭取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方案 現在的情況是說 這些資料通通都不用拿出來 等於是勞方這邊完全是處於一個 資訊上的一個弱勢的談判地位 這會讓整個談判地位非常不公平 等於是說資方講什麼 我們勞方就只能假設他可能是真的 在這個前提之下去談 那這樣對勞方當然非常不利 但是如果我們先撇開這個大解法 這個部分不談 我想很大的一個部分 就是來自於這個公司內部的 整個財務跟營運 其實大部分都是不透明的 所以員工根本就不知道 公司的錢投資到哪裡 他是不是會面臨到 在財務上面的這些相關的危機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每年這個公司 大部分的只要是上市公司或上位公司 他們都會有所謂的財報 這些財報是不足以讓我們知道公司的營運嗎 或者是除了這些之外 如果做一個員工想要了解這個公司的 這個所謂的財務的狀況 他的營運狀況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第一個我覺得這個財報的話 勞工這邊要去取得 本身有時候他就取得管道上就有他的困難 很多很多勞工事實上 他也不知道怎麼去取得這些財報 然後再來就是說 能不能看得懂這些財報也是一個問題 這些財報往往也需要 更專業的一個會計師 或者是財務背景的人來幫忙分析 然後這些財報裡面到底能不能真實反應 譬如說之前的這段關鍵時間 實際上的公司的營運狀況 譬如說現在 附線航空這個部分 頂多只有半年報出來而已 他第三季的季報都還沒出來 頂多是只有半年報而已 那半年報裡面能不能看到最近的營運狀況 然後他譬如說現在銀行團的債權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債權是有擔保的 多少債權是沒有擔保的 這些通通都不知道 從半年報裡面也未必能夠完全看得出來 頂多是可能列出前十大的債權銀行而已 可能只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些資訊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大姐程序 協商程序本身要能夠透明的進行的話 因為協商畢竟還是在一個不公開的情況之下 所以其實這些資料即使拿出來 對公司的營業機密也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什麼外洩 或者是有一些營業機密上的傷害的問題 只是在一個協商程序 在主管單位 主管機關這邊來做進行 所以這些資料拿出來其實 我認為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想即使是談判 他都必須在一個公開透明的前提之下 更何況這個是一個國家政府 應該在法令上面能夠保障 勞工權益一個非常根本的這個做法 那如果回到這個大解法這個部分來談 就是福建航空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違反了這個大解法 那如果假設是違反了大解法 他大概會被裁罰多少 或是會有什麼樣的懲罰呢 目前看起來其實是違反大解法第四條 所謂的沒有在60天前去預告通知的這個情況 那現在新聞上看起來是 勞動部這邊還沒有正式要做這個裁罰處理 那這個裁罰最高是 那裁罰可以罰到50萬 但是我們要指出一點說 其實這個實驗可以到50萬的 這樣子一個花環金額 可是現在有一個重點是說 你現在去罰他 罰是罰富星航空公司公司本身 你並不是去罰林明森董事長個人 那你罰公司的話 他現在財務狀況就已經不好了 然後有一大堆銀行債權 然後又有勞工債權都還沒收藏 你現在去罰他等於政府與民爭利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這個裁罰 如果要開罰時機 可能也不是很好啦 那這個也是我們目前 台灣大多數行政法規上 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就是說我們在罰的時候 都是罰這個財團 罰這個法人 並不是罰這個法人的主事者 負責人 董監事這些人 不是罰這些人資 人資部門做決定的這些自然人 那這造成一個情況就是說 你罰這些公司 罰到最後結果公司倒了 那公司的債權人 公司的勞工 公司的股東 他們實際上 變成說變相在懲罰他們 如果你一個財罰要有實際上的效果 那你應該是要去罰負責人 或者是董監事 做決策這些人 簡單的講 因為你罰他們他們才會痛 下次他們在做決策的時候才會注意 不過你說罰這些董監事 但是如果你剛剛談到這個勞動部 他有可能只是罰50萬 50萬可能連這個超跑的這個輪子 可能都不夠的這個價錢 那隨便換一個零件 可能都要好幾萬 好幾十萬都有可能 那這50萬的金額不會太低嗎 這個真的有任何的這種所謂的處罰 或者所謂的嚇阻的作用嗎 我們認為說這個金額 如果是以單次來說 可能以現行法規上 他其實也不算低 當然他實際上有沒有嚇阻效果 這是可以討論的 那當然修法上可能 只要提高罰還的金額 這是一個做法 要嘛就是要改成連續罰 要改成連續罰 適當的時候你要連續罰才有一個效果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現在法規上面 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不只是 剛剛談到這個裁罰的這個金額 可能是過低 或者是他可以去採取 連續罰的這個做法 是不是大解法本身 就存在的一些漏洞 使得我們看到類似的問題 他其實不斷的在發生了 對大解法本身其實 不客氣的講 其實是一步就是說 沒有用的一個解固保護法 其實他應該是說 他整個程序設計起來 他就是要盡量讓這個協商破裂 而且他也是等於是 拖延整個協商的時間 讓勞工看起來好像是說 我進入一個協商程序 可是這個協商的結果 可能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協商 拖延他去尋求另外法律上 管道去尋求他 爭取他權利的這個時間 那簡單來講有幾個重點 其實我在之前的蘋果日報投書上 大概上有把它指出來 就是說參與威航的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大解法操作程序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有個重點就是說 你這個協商方式到底要怎麼進行 大解法規定裡面說 勞資雙方都可以選出協商代表 可是 勞方這邊的協商代表怎麼組成 當時候是規定五個人 這五個人裡面包含機師一位 然後空服兩位 地勤行政各一位 可是 這樣子的一個協商代表組成 你會發現說 這些勞方他們每個人是來自不同部門 他們每個部門的薪資結構的計算方式是不一樣的 每個部門的訴求 他們希望拿到的之前方式也都不一樣 那不同的人 不同的這個 這個協商利益的組成情況之下 你要他們能夠本身 勞方能夠整合出一個 統一的一個協商版本 其實就非常困難了 然後五個人在談判桌上講的意見 也都全部不一樣的結果 只是讓 資方這邊可以拿各種理由來 來搪塞說 對啊我為了要公平起見 所以我最多就只能給多少 等於是資方他有更強的理由 可以去打壓勞工 勞工之間的意見本身就互相自走 就是有這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另外就是說 能不能委任專業的人士進入 我們大解法目前沒有任何規定 在那個案子裡面就發生一個狀況 說其實勞工就是法律專業 會計專業 談判專業上都是處於弱勢 然後又完全不能帶代理人進去 代理人又不能幫忙發言 對 所以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你談到一個所謂的勞工的代表 其實在這一次的附近航空的這個 談判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就會發現 不見得是工會的代表 我們知道現在的即使是一個公司裡面 他可能也會有不同類型的工會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大解法當中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勞工本身代表性的問題 或者是你剛也提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專業性 就是勞工他當然是為了自己的權益 來起碼的這個保障 可是談判他必須某種的專業 他是不是可以有別的人介入 這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談現在的大解法 有哪些的問題 或者我們再進一步來看到說 附近航空希望能夠去按照這個 這個公司是希望能夠去用所謂勞基法 來做這個相關的這個所謂的資金 但是這個是一個合理的 除了勞基法之外 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人載報新聞 將近50個勞團發起的2016秋豆 將在11月27號星期日登場 11月21號 秋豆鬥陣團體代表舉行行前記者會 公布今年秋豆遊行的主要訴求為 人民要正義戳破假轉型 而活動將在民進黨中央黨部舉行 多個社運團體除了要爭取勞權 也有團體不滿政府打算 開放日本福島核災區的食品 不為人民的食安把關 另外近年來在中南部發生了 多起土地破千爭議 一直沒有獲得合理的解決 針對勞權居住正義到食安 以及環保等多個議題 這周日會有將近50個社運團體要走上街 抗議民進黨大選時的承諾一一跳票 要求自稱民主的執政黨能夠好好正視 弱勢團體的心聲 行政院院長林全11月19號 與高雄大林埔奉鼻頭居民座談 她向居民長期受到的衝擊與污染表示歉意 但是11月21號 環保團體與時代力量立委開記者會批評 與其道歉不如實際改善空氣污染 他們要求環保署必須有所作為 因為台灣西半部近年來埋開相當嚴重 已經長達了10天的子報 政府卻對石化與燃煤發電業者毫無管制及約束力 此外環保團體還批評 台中市、彰化縣以及雲林縣等三縣市 已經提出管制高污染等縣煤自製條例 卻先後遭到環保署種種刁難 可見政府想要護航六親 他們痛批環保署的角色混亂 對此時代力量立委表示 將提案修改空污法 除了訂定更嚴格的空污標準 也讓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管理空污權限 以確保人民健康 11月24號在立法院展開 由國民黨立委許淑華召開的同性婚姻修法公聽會 對於同婚有相關意見的各方人物 皆被邀請至現場發言 而數百位支持和反對的團體 則在立法院外表達訴求 媽媽護兒聯盟表示 同意保障同性戀者的權益 但他們主張同性婚姻應該要另立專法 反對同婚列入民法 而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則是在場外自辦民間公聽會 秘書長簡智傑表示 因為場內的公聽會才邀請制 所以他們在場外自辦民間公聽會 討論同樣的議題 他認為攻擊與抹黑的言論 不只是阻擋同志享有平權的權利 更是踐踏同志的尊嚴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在我們剛剛看到的公庫大圓仔的新聞當中 看到這個禮拜天要舉辦的秋鬥的遊行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高雄的 在禮拜六舉辦的同志遊行 當然我想更多的朋友會關切的是 到底這個所謂的同志婚姻的合法 這個部分到底看到面臨到一個爭議 這個爭議就是到底是要做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相關的專法 還是要直接修法民法的這個972條 那在各界都有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大部分看到反對同婚的是宗教界的朋友 而在禮拜六我們可以看到一場記者會 就是有宗教界的這個人士 包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 包括這個佛教都站出來要支持同婚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公共的議題 我們也會持續的來關注這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會覺得說 怎麼樣讓這個所謂的同志 有一個最基本的權益說972 或許是一個更重要的一個解決的方法 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們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這個吳俊達律師 吳律師你好 好管老師好觀眾大家好 吳律師其實是在這一次我們看到 在這個附近航空的這個空服員求償案的委任律師 他同時也是桃園市空服員工會的顧問 其實在過去也曾經擔任過官場工人 跟華龍工人案的這個委任律師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吳律師跟我們談到了在這次的這個所謂的爭議當中 有非常重要的法律叫做大解法 這個大解法 其實在上一段節目當中也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接下來要請教吳律師 除了剛剛談到的這個所謂的工會 這個所謂在大解法當中 跟資方談判的這個勞工代表的代表性 或者是能不能有這種所謂的代理的角色之外 這個大解法本身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大解法本身其實它的出發點是要保障勞工 但是實際運作的結果可能因為是說我們主管機關的態度 還有尤其是這個協商委員會的時候 那個協商委員會的主席本身的他的態度 也會影響到這個協商到底成立或不成 也就是說協商委員他如果是一個具有勞資爭議處理的專家學者 這樣的一個背景的人士 甚至於是由律師來擔任 如果他能夠掌握這個協商的節奏 能夠了解說勞士雙雙談判的地位差距的時候 他能夠做適當的引導的時候 會比較有助於說這個協商結果達成 對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在 互相控這個案子裡面後續可以持續觀察的 畢竟在威航那個案子裡面 那個當初主席是劉士廷律師 他是確實是有扮演一些從中協調一些角色 所以那個案子裡面最後的結果是說 每個員工其實都有拿到 大概又多了兩個月計算的這樣子的一個 類似像之前方案的東西 所以算是協商結果還不錯 那這樣附線航空的案子裡面 目前新聞上所看到的就是 公司這邊堅持就是一切只照勞技法走啦 這個跟工會所提出來的訴求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未來如何如何能夠能夠在協商程序裡面去取得共識 這個我相信到時候的協商會主席其實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就像剛剛律師跟阿索提到了 就是在這一次附信航空的這個勞資爭議當中 就是工會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大解法來做一個談判的依據 那但是公司是希望能夠透過勞基法 那可不可以再進一步的跟我們分析說 到底透過勞基法跟透過大解法這兩個之間 在他們的求償上面 在他們相關的這種所謂的權益上面 會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照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勞基法它本身是一個比較偏向實體法的一個規定 那大量解固保護法它主要是一個程序程序法的一個性質啊 好那大解法裡面它當然規定了很多之前費的算法 現在工會提出來是說 你每買一年年資就是一個級數來算 這個就是回到勞基法嘛 那50萬這個部分事實上是沒有在勞基法裡面有個規定 但是這個50萬呢其實就是大解法它賦予工會 或協商代表可以跟資方進行談判 爭取的一個空間的一個提出來的一個金額 這個50萬當然說法 當然在計算上它有各種合理性可以去佐證啊 並不是說50萬絕對是漫天寒假啦 因為如果你要以一個就是說勞工喔 他失業然後要去找工作 找工作這個時間來算 或者是他之前為了要 留在公司幫助公司 度過這兩次空難危機的一個難關來說 這個50萬的補償其實訴求也不見得是完全 市值大概口或不合理啦 好那所以大解法它作為一個程序法 是給勞工一個可以爭取 優於勞基法法定之前方案的一個管道 所以它的作用是在這裡 嗯哼 那如果說這個資方一直要堅持用所有的勞基法 像公會有什麼樣的方法再去做這種使用 透過大解法的這種依據大解法的這種主張嗎 除了大量解固保護法協商程序之外 事實上還有一個叫做勞治正義處理法嘛 勞治正義處理法裡面有一個所謂的調解程序可以走 那調解如果不成立的結果齁 接下來就會進行到也就是像上次華航的罷工 那或者是還有一個所謂的仲裁的機制 那這個仲裁的機制有一個叫做強制仲裁 上次在華航的罷工案子裡面也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護線航空的案子裡面呢 目前如果單純針對法定的部分 這個部分如果公司同意給 其實也就協商成立了啦 這個部分就協商成立 可是如果公會要求的是說要法定以外 還要額外的東西公司不願意給的時候 這個部分怎麼做 其實可以去走勞治正義處理法裡面的協商 調解調解程序 調解不成接下來可以有 強制仲裁這樣子的機制 這個規定在勞治正義處理法的25條的第四項 然後還有一個民營公用監督條例的第15條 裡面有寫到說民營公用事業的勞治正義 因依法受到仲裁 好這個強制仲裁有一個很重要的效果就是 法定以外的部分可以透過仲裁委員會的裁決 好來給予一個適當的一個仲裁方案 這個我是認為說目前如果真的要爭取到比較多的部分的話 法定以外的部分可能勢必要走到仲裁機制 對 所以在這個仲裁機制的這種啟動會是有什麼樣的條件嗎 他的條件如果照勞治正義處理法25條第四項的限制 是要主管機關依照職權去發動 好那這也就是考驗到台北市勞動局的態度 好那上次我們在華航罷工案子裡面我們看到是說 欸鄭文燦市長桃園市勞動局 好鄭文燦市長他是把他擋下來 沒有把他送強制仲裁 好可是不同的情況嘛 那我們現在反過來看 其實在在富洩航空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感覺反而我們很需要仲裁制度 因為你如果沒有仲裁制度的話一切照法定 那大概事情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官方的機構 其實在這裡面還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常會覺得說在很多勞資爭議的這個相關處理當中 如果官方只是做一個協商平台 事實上就是變成勞方跟資方之間力量的這個所謂的角力 可是在絕大多數的時候其實勞方在資源上面 在某些的這個所謂的專業的協助上面 其實都相對之下比較弱勢 我不曉得在過去的這個律師的經驗當中 不管你是在協調 在這種所謂的航空業的交通業的爭議 或在其他的這個爭議當中 是不是也會有類似的這一種所謂的感慨 就是如果把它當作一個純粹的協商的平台 那其實資方往往就會比較弱勢 甚至就會輸了 對其實像在華航罷工案 6月24號所簽訂的這份協議 到底是不是團體協約的這一點上面 勞動部的態度其實就是很中立 他就一直秉持說我是中立機關我不願意表態 那才會變成變相的助長是說 那華航公司他就一再的拖延 違約然後不給付 導致於說現在團體協約的爭議一直到現在為止 雙話還是各說各話各執己見 爭論不休 假設勞動部他能夠很明確表態說 今天就是我勞動部長親自所召開 而且是在勞動部所召開 這個效力當然會應該高於桃園市勞動局那邊的調解程序 所以說在勞動部長面前見證下所簽的東西 怎麼會是不是團體協約呢 如果勞動部能夠做這樣的一個認定 那當然後面很多正義都可以平息 所以我們蠻遺憾的是看到主管機關 其實對於這個法律見解有時候他也不 不會勞於表態 這是很可惜的一個地方 這當然對他來講他可能是一個依法行政 可是如果在這個主管機關 本身設定的這個所謂的目的跟定位 我想不管是勞動部或是地方的勞工局 保障勞工權益應該是一個最優先的一個考量 那事實上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也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工會的成立喔 那復興航空這個工會這個企業工會成立 那其實就發生了這種所謂的工會 這公司就無預警的這個停飛喔 你怎麼去看這個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怎麼那麼巧 那這個巧合到底是真的是一種巧合嗎 那如果我們可以假設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工會成立的話 那復興航空的這些員工要怎麼走下去呢 我們覺得這不是巧合 其實這個工會目前成立可能就是真的要 因為有知道風聲說復興其實營運上已經有一些狀況 已經可能要裁員所以他才可以趕快去成立啦 簡單來說現在工會成立是一個自救會的概念 當然這個是不對的 工會本來應該是要在他還沒有公司還沒有發生危機之前 就應該要成立應該能夠去從事一些勞動條件一些改善 甚至於是協助公司怎麼樣去度過這個營運上的一個危機 但是現在成立很明顯是一個自救會概念 那自救會概念有什麼好處呢 他唯一的能夠幫助勞工就是說 趕快幫他團結起來 然後製造一個談判上的一個地位 然後再來就是告訴這些勞工要怎麼去收集證據 你應該要回去整理自己手邊有的單據 怎麼計算你的資遣費啊 你的扣角平單啊 然後還有你的薪水條啊 給這些勞工一個明確的方向 收集他們資料自己去算出來說 如果真的是照法定的話 我拿到錢應該是多少 跟公司的部分公司計算出來的版本會不會有落差 這個是目前公會可以做的啦 那當然 談判也必須要這些人能夠凝聚起來 公會才有力量去跟雇主做一些實質上的一個協商 所以很可惜啦 現在公會感覺起來像個自救會 但是我們認為還是要呼籲說 大家趕快去加入公會 嗯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喔 就是加入公會 我們才有所謂的集體談判的這個力量跟籌碼喔 我想請教吳律師其實你在你過去的經驗當中 其實你也非常介入非常多的這種所謂的勞工運動喔 那這幾年這樣走下來 不管是在過去的官場工人 或者是華龍罷工 或者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威航 或者是這個華航等等 你自己的心路歷程是什麼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覺得做一個這個所謂的公會的這個維權律師 或是勞動權的維權律師 台灣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勞動環境真的是有在改變嗎 或是台灣的公會力量真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慢慢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所謂的強大起來嗎 我目前看起來是喔 我會覺得說台灣的勞動環境從官場功能量發生之後 接下來就是處理華龍案嘛 那華龍案之後馬上國道社會的案子又跑出來 然後接下來是華龍罷工 然後這次的復興 那事實上沒有上新聞的齁 其實上還有很多官場案是沒有上新聞的 都被新聞蓋掉了 像說之前的聖華科技的案子 好對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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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案子一個案子報下 還有現在目前還在處理當中的那個太子汽車的案子 好那看起來台灣的勞動環境還是持續在惡化 好這個可能當然跟我們經濟經濟一直一直起不來 好也有很大關係啦 所以但是可以發現說其實工會的熱潮一直是在華航罷工案之後 好像才明顯的有一些成長 好那我們當然覺得說工會成長是好事 好但是工會本身呢 他在運作的時候呢 其實跟勞工的權力意識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目前很多人還是會把工會當成是一個就是說 你幫我對幫我處理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然後什麼事情都交給工會就好 然後我都不用去充實專業上或勞動權益方面的知識 好工會交給工會處理就好 還是有一種觀望大便車的心態啦 那我們覺得說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其實勞工本身要去培養去修正 你必須勞工的權力意識要很清楚的出來的時候 這個工會他才能夠真的真的能夠有更強大的力量去運作去發展 然後將來在我們可以預見說將來 這個勞工可能只是一個開端 就像今天林文藝董事長他講的嘛 就說中小企業可能會爆發倒閉草一樣啊 將來可能類似的案子還會再一再發生 所以這一次的案子的怎麼處理 還有說工會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力量 我是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我們觀察的指標啦 嗯哼 可是你剛剛談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勞資 這個所謂的勞動條件越來越差 事實上跟整個經濟景氣的這個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也提到很多的這個所謂的勞工的心態 其實就是把工會當作是一個能夠救命 甚至在最後一個真的受不了沒有辦法才加入工會 希望能夠達到抓到那個最後的一根稻草 那這其實是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心態上面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就像很多人說我們要商人為公司嗎 沒有公司怎麼會有我們呢 這個在文化上的問題真的有解嗎 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在你的經驗當中 有沒有一些經驗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們其實是可以透過這種集體的力量 然後增加自己勞動意識 這個問題他的確是可以解決的 目前看起來其實比較 比較典型的案子就是華岡罷工嘛 就華岡罷工案裡面我們看到是說 那麼多空服員他都願意脫下口罩站出來 主動向公司發出他們怒吼 告訴公司說我們有多少的不滿 還有我們勞動條件上所受到委屈 那可以相同的角度我們來看說 目前其實很多血汗行業啊 像保全 像說醫護 像媒體業 事實上這個都是衛包彈 那像這次的護岐航空 它那個國產實業集團 本身下面有非常多的保全業啊 對啊 那這些人他們本身 目前公會的運作其實都還是處於一個 醞釀階段而已啊 並沒有像華航罷工這樣子 因為有一個很強大的一個空服員職業公會在 有凸顯出這樣子的一個全力意識出來 我覺得在其他的行業來看好像沒有那麼明顯啦 好 那我們也是希望是說那當然 勞工本身真的是要加油啦 因為唯有你們加油然後能夠去跟公司 有不斷的這樣子的一個衝撞 我們講說衝撞 或者是監督公司的經營 公司經營者才不會是說像現在的這個董事長 林民生董事長被質疑的是說 你自己超跑收藏那麼多三十幾量 對不對 但是對勞工的態度 把公司好好的一家可以賺錢的公司 搞到現在變成要協業 只有勞工本身有工會的力量 參與公司適當的經營的時候 去監督公司的時候 我們才能避免說這些公司負責的人 其實只顧自己的荷包 不顧整個公司的營運 我想老闆通常會有一個話說 今天如果沒有我們就不會有你們這些勞工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一個公司能不能成長 絕對不是老闆一個人的努力 整個全體公司 各式各樣的階層的這些工人們 或是不管是藍領或白領 共同所謂的努力的結果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這個公司的內部是不是民主化 這個公司內部是不是透明 事實上是一個公司能不能夠正常營運 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也會是勞工的權利能夠保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那今天非常謝謝律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夠再請到你相關的問題 謝謝我們下禮拜再會 拜拜 謝謝各位老師 我們下禮拜再會